奇美部落苦撑的四天 几乎快要断粮了 瑞穗香公所再度 与封滨香公所合作 备妥了罐头 饮用水等物资 今天下午从花六四线瑞港公路 终点的封滨大港口 跟着大机具一边栽修 清除道路土石一边挺进 终于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进入了奇美部落 发放物资 同时也抢通单边的进出交通 不让奇美部落成为 全台唯一的风灾孤岛 瑞穗香公所与封滨香公所 再度联手 备妥大批民生物资 从花六四线封滨香大港口 终点开始 跟着大型机具 反方向的挺进奇美部落 听到瑞穗香公所 需要我们封滨香公所的协助 所以我们特别动用 我们开口契约的厂商 出动的怪手 一台以及小三毛两台 沿路做清理 希望可以打通风滨的大港口路段 到奇美部落的这段路 把它做一个单向通道 让奇美部落不会变成孤岛 花六四线瑞港公路1.3公里 整个路面全部坍塌中段 后端属于风滨香大港口路段 情况也毫不到哪里去 沿路大小土石摊坊 阻断交通道路 瑞穗与风滨两乡镇公所物资车队 跟着大型机具 一边清除道路 一边前进 终于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排除万难 进入了奇美部落 要进去了 是 终于抢了 带物资进去了 是是是 好高兴 相公所物资车队 将车上物资卸下 交给奇美村长 蒋国雄 与部落族人 同时也抢通风滨大港口到奇美部落的交通 让奇美部落族人先从单边进出 尽量是想尽办法 那也希望我们这个公部门呢 也给我们帮忙一下 尽量把这个两边两侧的东西向这个 能够轻快至少单线可以通车 而对绝大多数以瑞穗乡为主要生活圈的 奇美部落族人 虽然从封冰箱进出还得要花费更多的交通时辰 但是能够恢复单边连外交通 在非常时期也能共体时间 记者是欲人瑞穗封冰采访报道 刘洛杨